我的左手可以啊 我的右手好像不太行 歐甘妮啊 可是我的右手已經沒辦法了 我的右手不管是 上面往後或下面往後都不太行 現在我的右手只是要往前的功能 主播五時間有救嗎 醫生怎麼說 反正我看一下 欸家裡有沒有人有五時間的 幫我問一下 肩膀上有花的通通各位進來 是 五時間症狀一次搞懂 五時間正確疾病學名為 沾黏性肩關節囊炎 肩關節囊炎的發炎纖維化或 急軟縮 比女性多於男性 歐美國家則俗稱冷凍肩 這個疾病會造成非常明顯的 關節角度限制 在五時間症狀最顯著的時候 自己動還是別人幫你動 肩關節可以活動的角度都變得非常小 好像動住一樣 難怪 難怪他媽那個醫生一直按我這裡 靠腰欸 所以肩關節囊在這裡是不是 幹他每次一直按我這一塊 超痛的超老實的 這些組織的損傷發炎若沒有處理 與關節囊相容久了就會導致 部位關節囊纖維化並增厚 關節囊的沾黏就這樣慢慢形成了 肩關節外轉的限制會比內轉大得多 這什麼 Play摸骨測試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手往上去摸 對側肩甲骨下緣 我的左手可以啊 我的右手好像不太行 我甘命啊 我的左手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的右手已經沒辦法 我的右手不管是 上面往後或下面往後都不太行 現在我的右手只剩下往前的功能 往前舉還沒有什麼問題 往上也還好 往後已經沒有辦法 多多少少有吧 可是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是有效怎麼樣是沒效啊 就是以五時間這種東西來說 它是一個長期的治療 你也不可能說去一個月就多有效 肩關節不知不覺 變得越來越僵硬 嚴重的疼痛通常到晚上越明顯 徹底喪失肩關節的旋轉角度 可是老實說 老實說 我還沒有 我沒有這個問題耶 好 這個時期會發現 逐漸失去正常的肩關節功能 肩關節疼痛明顯 晚上很嚴重 可是我的肩關節沒有疼痛 我都是痛在 手下面的一些肌肉的地方 我肩關節倒沒有到很痛 冷凍期持續四到十二個月不等 疼痛逐漸緩解 但伴隨的是明顯的肩關節角度喪失 你會發現你的手沒辦法 往前往側邊抬 旋轉的角度也會變得非常小 這個時期床上最常聽到 個案抱怨無法自行扣內衣 抓背洗頭梳頭 我現在也還可以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一期 今天我的物理治療師是說 我在這一期到這一期之間 就是節動期到冷凍期的中間 因為我現在肩關節雖然不會痛 可是我的肌肉會痛 就是你搬到背後的時候 我後面這條肌肉會痛 可是我也沒有 我現在也還沒有說 沒辦法洗頭啊 梳頭這種 我還是可以抬到頂 可是沒有辦法往後 就沒辦法抓 扣內衣跟抓背 就已經沒有辦法 但洗頭還是可以 所以要是再嚴重一點的話 我的手沒有辦法往前的話 那就是沒辦法開台的時候那麼多欸 哪一天胡來手 沒辦法往前抬的時候 就是 沒辦法拿滑鼠的時候了 主播你這體型撤睡一晚 肩膀我看會炸 差不多啊 我現在都撤睡了 我現在都一直要變換角度 因為我撤睡 正睡 臥睡 就是趴著睡都不行啊 因為趴著睡的話 久了這個脖子也會不舒服啊 所以我整晚就是跟一個球一樣一直滾 就是一下往左側 然後有點累了 有點痠累了 就往右側 然後側一側 就換正 然後正著躺的時候 腰啊屁股也會有點痠 就側來側去 主播該找床墊工商的辦法靠腰喔 我那床墊已經很貴了欸 我那床墊 雖然不知道賣價多少 至少當時原價 原價的那個標價已經要7萬多了 5萬還7萬吧 有點忘了太久以前了 主播那你可能要回歸改革老本行 只會往前 我以為害你手如此下長別玩了 那就是以前只會往前留下來的隱患 你看要不是我後來改去玩風之谷對不對 搞不好他媽的 手早就沒辦法伸直了 主播五十肩跟肩胛疾的症狀很像 治療方法卻完全不一樣 我怎麼知道啊 啊這是治療師跟我說的啊 凍子哥我已經在遊戲集中部了 你看這就是當風速種子的下場 他就是說要等到 我的治療師是說 因為這個時期結凍期是 你的那個身體還在發炎 所以會痛 然後等到冷凍期之後就是 疼痛會逐漸緩解的原因是因為 你會有一個姿勢 你會結凍在一個姿勢 就他的發炎消掉了 可是就是你的肌肉會有個記憶啦 就你的肌肉會自己去調適嘛 就調到一個角度 欸這個角度不會痛 因為你痛的話 你就會改變位置嘛 譬如說我手這樣抬著這樣會痛 然後我就會放下啊 就去喬 他還喬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然後久了你就是一直僵著 就很像包石膏就是這樣 一直在一個姿勢 他那時候就是等於在治療嘛 就是你原本你一直動 他發炎的位置會一直發炎 就是會一直有發炎的問題 然後他當你喬到一個好姿勢就是 欸這個位置又不會影響你發炎 他的發炎就會漸漸好 然後他發炎好了 可是重點是他說什麼肌肉啊 會有那個沾黏 沾黏的症狀 就是他肌肉可能會黏在一些 關節或骨頭上還是怎樣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很懂 然後就會到了這個冷凍期 冷凍期就是 就是等於是你的發炎已經好了 可是你的肌肉什麼的 就是長期維持在一個姿勢 他就已經有點 好像跟骨頭啊 關節已經有點黏住了 然後最後就是到了這個 他就是說要 因為你不會痛嘛 你就可以開始做一些復健姿勢 然後他說有個復健姿勢就是那個什麼 上肢樓梯復健 就是你要把手指放在牆壁上 然後用手指這樣子往牆壁上走 就用手指往牆壁上爬 然後漸漸的越爬越高 他說最後是會好的 如果你沒有一直在 一直在使用他的話 看一下這個時間 一到三年不等 差不多是該到了我退休的時候 以後到了冷凍期的時候 你沒辦法跟主席敬禮啊 敬禮 特哥剛剛知道你有五時間 以後老子只會在留言區哭啊 哭啦小啊 啊 這不知道要多久欸 關節囊炎發炎程度 休息不動時會不會痛 不會 肩膀的疼痛會不會隱傳至手肘以下 答案不完全符合 什麼意思啊 要嘛就會要嘛就不會 靠腰什麼叫答案不完全符合 睡覺時可不可以側躺再換側 不是啊我這個也很奇怪 我這個答案 我的答案是可以 可是久了會痛啊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往右側躺啊 可是躺久了手會痛啊 就是他要換邊啊 這樣感覺模擬兩可 應該就是中度的意思吧 答案不完全符合嘛 就是可以又不可以 那應該就是中度吧 肩胛骨後收運動 矯正姿勢 嚴重發炎 肩關節外轉運動 這什麼鬼 肩胛骨後收運動 幹我會不會等一下收一下 他媽超級痛 還怎樣 後收 可以啊 喔他這個是復健姿勢是不是 運動建議 肩關節外轉運動 喔幹這個 我記得這個姿勢我會痛 這個姿勢我右手轉出去的時候 轉到大概八九十度附近的時候 就會有點痛痛 可是還是可以轉 躺姿鞋 住下手抬高運動 這我應該也可以做 這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後側關節囊伸展運動 這個我好像就比較不行 像我現在 我現在要打那個 胰島樹的時候啊 都要打手臂外側 我這一側的手臂外側很難打 很ㄍㄧㄧㄥ就是 他有的時候 手會一直抖 然後會有點痛 這個我應該就不太行 所以我不能做這個嘛 所以我應該是至少 中度或嚴重發炎 只有這兩個符合我 因為輕微發炎 是可以做這個動作的 就說詢問桃園 沾江春 看他這個年紀贏了 還生龍火虎 一點也不像有五十肩 靠腰 五十肩就可以治療了 你那白癡是不是啊 五十肩又不是他媽的 得了就一輩子跟著你了 五十肩是可以治療的啊 就是他到了這個解凍期 就是要做復健啊 然後復健你整個療程結束之後 病就好啦 當你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大 當你肩關節活動恢復到跟原本一樣 這個病就好啦 主哥要不要順便看心臟內科 三高追一下比較好 好了啦 假粉 媽我每三個月都會去驗血的 媽還在那邊 心臟內科欸 媽的 把我跟你媽掛號啊 把我跟媽掛號排毒好不好 死假粉還在那邊裝懂 動子哥啊 是被童家拳扁到五十肩嗎 我也不知道啊 童家喵喵拳 沒關係吧 童家抓哪拳 感覺應該是滑鼠用多了吧 滑鼠用多了然後玩手機吧 玩手機他會一直維持這個姿勢啊 玩手機用電腦 應該都蠻有可能會得的 像我以前的姿勢也很隨便啊 現在都比較矯正一點啦 就是手肘這邊要貼著那個手把 就稍微矯正一下姿勢 鬆夠舞爛你沒聽過 為什麼你臭我 我的寶寶快點 好啦好啦 這什麼東西 不要做愛 不要做愛 快點 臭我 不要一直把我當人 把我當狗臭 哇 中國小母狗欸 臭我 這裡這麼自由的嗎 怎麼了 他又不是現場拍A片怎樣 奇怪欸 吸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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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洗乾嘛差不多啊今天 今天這個治療完 忍了一個小時的疼痛 有點累啊 洗乾嘛差不多啊 父親節我不用吃大餐 是父親節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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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吃完馬上走欸 拜託 父親節你去外面吃個飯 還不糞嗎 對不起 玩父親節這一天 還要去治療五時間 不夠累 蛤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 鼻地大師國動張惟行 分析報告 哇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看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PewDiePie帥帥哥嗎 點讚數7拍 都機器人喔 不是嗎